朋友们,今天是2023年10月31日,我们继续来读经,今天会读到的有《出埃及记》第五章、第六章、诺加福音第十三章、十四章、诗篇第五十五篇、五十六篇、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二章。 好的,那我们先来到《出埃及记》第五章。 后来,摩西和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放我的百姓走,好让他们在旷野向我守洁。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要我听他的话,让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放以色列人走。 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已向我们显现了,求你让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献祭, 免得他用瘟疫刀剑攻击我们。 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不做工呢?去扶你们的劳役吧。 他又说,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这么多,你们竟然叫他们歇下劳役。 当天法老吩咐监工和工头说,你们不可照以前一样提供草给百姓做砖,要叫他们自己去捡草。 他们平时做砖的树木,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才呼求说,让我们去向我们的神献祭。 你们要把更重的工作加在这些人身上,使他们在其中劳碌,不去理会谎言。 监工和工头出来对百姓说,法老先要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到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作一点也不可减少。 于是百姓分散在埃及全地,十岁街当草用。监工吹逼他们说,你们每天要做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 法老的监工击打他们所派的以色列公头,说,为什么昨天和今天你们没有按照以前做砖的树木完成你们的工作呢? 以色列人的工头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带你的仆人呢?监工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法老却说,懒惰,你们真是懒惰,所以你们说,让我们去向耶和华献祭吧,现在去做工吧,草是不会给你们,砖却要如数交难。 以色列人的工头听见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也不可减少,就知道惹上祸了。 他们离开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和亚伦,站在那里等候他们,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见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陈谱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来杀我们。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差派我呢? 自从我到法老那里,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却一点也没有拯救你的百姓。 出埃及记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人的手放以色列人走。 因我大人的手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神吩咐摩西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上,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 至于我的名,耶和华,我未曾让他们知道。 我要与他们坚立我的约,要把迦兰地,他们寄居的地赐给他们。 我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的哀生,我就纪念我的约。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除去埃及人嫁给你们的劳役,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 我要用生出来的绑币借严厉的惩罚救赎你们。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 我除去埃及人嫁给你们的劳役,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我要拧你们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 摩西把这话告诉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因心理仇烦,又因苦工,就不肯听摩西的话。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法老怎么会听我这不会讲话的人呢? 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命令他们到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拧出来。 以色列人组长的名字如下,以色列长子吕变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这是吕变的家族。 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尼,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加兰女子生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家族。 以下是逆位的儿子按着加普的名字,格顺,哥侠,米拉尼,逆位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格顺的儿子按着家族是逆尼,四美,哥侠的儿子是岸南,以色哈,西伯伦,乌靴,哥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 米拉尼的儿子是姆尼和姆士,这是逆位按着加普的家族。 岸南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为他生了亚伦和摩西。 岸南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以色哈的儿子是可拉,尼斐,西基利,乌靴的儿子是米撒利,伊尼撒凡,西提利。 亚伦娶了亚米拉尔的女儿,拉顺的妹妹,伊尼撒巴为妻,他为他生了拉达,雅比户,伊尼亚萨,伊他玛,可拉的儿子是雅西,伊尼加拉,雅比亚萨,这是可拉的家族。 亚伦的儿子伊尼亚萨娶了普帖的一个女儿为妻,他为他生了菲尼哈,这是逆位人按着家族的族长。 这就是曾听见耶和华说,把以色列人按着队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亚伦和摩西。 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也是这摩西和亚伦。 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啊,我是不会讲话的人,法老怎么会听我呢? 接下来是路加福音第13章。 站在那时,有些在场的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同样要灭亡。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照样要灭亡。 于是耶稣用比喻说,有一个人在葡萄园里摘了一棵无花果树, 他前来在树上找果子,却找不到,就对园丁说, 看哪,我这三年来在这棵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 何必摆一占土地呢? 园丁回答,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在树周围掘开土,加上肥尿, 以后若切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安息日,耶稣在一个会堂里教导人, 有一个女人被您附身,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都止不起来, 耶稣看见,就叫她过来,对她说, 妇人,你的病好了。 于是用双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给神。 会堂的主管,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很生气, 对众人说,有六天应当做工,那六天之内可以来求医, 在安息日却不可。 主回答她,假冒为善的人啊, 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草上的牛和女, 牵去喝水吗? 何况她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被撒旦捆绑了18年, 不该在安息日这天解开她的绑吗? 耶稣说这些话, 她的敌人都惭愧了, 所有的人因她所做一切荣耀的事都很欢喜。 耶稣说, 神的国像什么, 我拿什么来比你呢? 她好比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 长大成树, 天上的飞鸟在她的枝上筑巢, 她又说, 我拿什么来比你神的国呢? 她好比面教, 有妇人拿来放进山斗面里, 直到全团都发起来。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导人, 有一个人问她, 主啊, 得救的人很少吧?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不能, 等到一家之主起来关了门, 你们才站在外面敲门, 说, 主啊, 给我们开门。 她要回答你们说, 我不认识你们, 不知道你们是哪里来的, 那时你们要说, 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 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导过人, 她要对你们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是哪里来的, 你们这一切不义的人, 给我走开。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 以上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 你们却被赶到外面, 在那里要哀哭怯耻了, 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 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做席, 看吧, 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就在那时, 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吧, 因为西律想要杀你,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 你看吧, 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 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 虽然这样, 今天明天后天, 我必须向前走, 因为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的,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凤差遣, 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可是你们不愿意, 看吧, 你们的家要被废弃, 我告诉你们, 你们绝不会再见到我, 直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安息日, 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家里去吃饭, 他们就窥探他, 这时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肿病的人, 耶稣回答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 安息日治病合不合法, 他们却不说话, 耶稣扶着那人治好了他, 叫他走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 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 不立刻拉他上来呢? 他们对这些事不能反驳, 耶稣见所请的客人选择守卫,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你被人请去赴婚宴, 不要坐在守卫上, 恐怕主人请了比你尊贵的客人, 请了你和他的那人前来, 对你说, 请让座给这一位吧, 你就休休禅禅地推到末卫去了, 你被请的时候去坐在末卫上, 好让主人来对你说, 朋友请上座, 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 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 至干卑微的必升为高,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 你准备午饭或晚餐, 不要请你的朋友, 弟兄, 亲属和父主的宁舍, 免得他们回请你, 你就得了报答, 你摆设言席, 倒要请那贫穷的, 残疾的, 缺腿的, 失明的, 你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 到一人复活的时候, 你要得到报答, 同时的有一人听见这些话, 就对耶稣说, 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耶稣对他说, 有人摆设大言席, 请了许多客人, 到了坐席的时候, 他打发仆人, 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样样都已齐备了, 众人异口同声地推辞, 头一个对他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辞了, 另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才娶了妻子, 所以不能去, 那仆人回来, 把这些事都告诉了主人, 这家的主人就发怒, 对仆人说, 快出去, 到城里大街小巷, 你那贫穷的, 残疾的, 失明的, 缺腿的来, 仆人说, 主啊, 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 还有空位, 主人对仆人说, 你出去, 到大街小巷, 强拉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人, 没有一个, 可以尝到我的言席, 有一大群人, 和耶稣同行, 他转过来, 对他们说, 无论什么人, 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 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兄弟, 姊妹, 甚至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哪一个, 要盖一座楼, 不先坐下来, 计算费用, 看能不能盖成, 免得安了地基, 不能盖成, 看见的人, 都笑话他, 说这个人开了功, 却不能完成, 或是一个王出去, 和别的王打仗, 岂不先坐下来着凉, 他能不能用一万兵, 去抵挡, 让你两万兵, 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 他就称敌人, 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 去谈和平的条件, 这样, 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盐本是好的, 盐若失了胃, 怎能叫他再闲呢, 或用在田里, 或堆在粪里, 都不合适, 只好丢在外面,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诗篇第55篇, 被出卖者的祷告, 神啊, 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 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 求你留心听我, 阴云我, 我哀叹不安, 发出声音, 兜音仇敌的声音, 恶人的欺压, 他们将罪孽夹在我身上, 发怒气, 加害我, 我的心在我里面震痛, 死亡的恐怖落在我身, 恐惧战惊, 临到了我, 惊恐笼罩我, 我说, 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 我就飞去, 得享安息, 看啊, 我要远走高飞, 树在旷野, 我要速速逃到壁烂之所, 托你狂风暴雨, 主啊, 求你吞灭他们, 变乱他们的言语, 因为我在城中, 见了凶暴争吵的事, 他们昼夜在城墙上绕行, 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 邪恶在其中, 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 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 若是仇敌还可忍受, 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妄自大, 若是恨我的人, 我必躲避他, 不料是你, 你源与我同等, 是我的朋友, 是我的知己, 我们树长彼此交谈, 以为甘甜, 我们结伴在神的殿中同行, 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 愿他们活生生地下入阴间, 因为他们的住处都是邪恶, 他们的内心充满奸恶, 至于我, 我要求告神, 耶和华必拯救我, 晚上早晨中午, 我要哀声悲叹, 他就垂听我的声音, 他救赎我的命, 托尼攻击我的人, 使我得享平安, 因为与我相争的人很多, 那不愿改变不敬畏神的人, 从太古长存的神, 必听见而使他受苦, 他背了约, 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 他的口如奶油光滑, 他的心却怀着敌意, 他的话比油柔和, 其实是拔出的刀,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 他必扶持你, 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神啊, 你必使恶人坠入灭亡的坑, 那好流人血的, 行诡诈的人, 必活不过半生, 但我要依靠你。 诗篇第五十六篇, 信靠神的祈祷, 神啊, 求你怜悯我, 因为有人践踏我, 终日攻击欺压我, 我的仇敌终日践踏我, 曾骄傲攻击我的人很多, 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 我倚靠神, 我要赞美祂的话语, 我倚靠神必不惧怕, 血肉之躯能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终日扭曲我的话, 千方百计加害于我, 他们聚集埋伏溃探我的脚中, 等候要害我的命, 他们岂能脱罪呢? 神啊, 求你在路中使万民败落, 我几次流泥, 你都数算, 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一切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 我呼求的日子, 仇敌都要转身撤退, 神帮助我, 这是我所知道的, 我倚靠神, 我要赞美祂的话语, 我倚靠耶和华, 我要赞美祂的话语, 我倚靠神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神啊, 我要向你还所许的愿, 我要以感谢祭回报你, 因为你救我的命, 托你死亡, 你保护我的脚不跌倒, 使我在生命的光中, 行在神面前。 接下来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凡事记得我, 又坚守我所传授给你们的, 但是我要你们知道, 基督是男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凡男人祷告或讲道, 若蒙着头, 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凡女人祷告或讲道, 若不蒙着头, 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 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发, 剃发为羞愧, 就该蒙着头,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却是由男人而出, 而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却是为男人造的, 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 然而造主的安排, 女人不肯没有男人, 男人也不肯没有女人,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是借着女人而生, 但万有都是出于神, 你们自己要判断, 女人祷告神, 不蒙着头何宜吗? 你们的本性不也教导你们, 男人若留长头发是他的羞辱吗? 但女人留长头发是他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是给他盖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教会也没有。 我现在吩咐你们这话, 不是在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会是有损无益的, 首先, 我听说你们教会聚会的时候, 有分裂的事, 我也有些相信这话, 在你们中间必然有分门结党的事, 好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不是在吃主的晚餐, 因为吃的时候, 个人先吃自己的饭, 甚至有人饥饿, 有人酒醉, 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 还是你们藐视神的教会, 使那没有的羞愧呢? 我该对你们说什么呢? 我要称赞你们吗? 在这世上, 我绝不称赞你们。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 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剥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匿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来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宣告主的死, 直到它来。 所以任何不按规矩, 吃了煮的饼, 喝了煮的杯, 就是干饭煮的身体和煮的血了, 人应该醒茶自己,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煮的身体, 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 因此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 肠免了的也不少, 你们若是先醒茶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判。 我们受审判的时候, 就是被主管教, 这样就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 所以我的弟兄们, 你们聚集吃晚餐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饿了, 要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反被定罪。 其余的事, 等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弟兄们, 关于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你们知道, 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 随时被引诱, 受了迷惑去拜不会出生的偶像。 所以我要你们知道,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人会说耶稣该受诅咒, 若不是被神灵感动的, 也没有人能说, 耶稣是主。 恩赐有许多种, 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 侍奉有许多种, 却是侍奉同一位主, 工作有许多种, 却是同一位神在万人中运行万事, 圣灵彰显在个人身上, 是要使人得益处, 有人借着圣灵领受智慧的言语, 有人也靠着同一位圣灵 领受知识的言语, 又有人由同一位圣灵领受信心, 还有人由同一位圣灵领受医病的恩赐, 又有人能行义人, 又有人能做先知, 又有人能辨别诸灵, 又有人能说方言, 又有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由唯一的同一位圣灵所运行, 随着自己的旨意分给个人的。 就如身体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身体的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体, 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 并且共享这位圣灵, 身体原不只是一个肢体, 而是许多肢体, 假如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于身体, 它不能因此, 就不属于身体, 假如耳朵说, 我不是眼睛, 所以不属于身体, 它也不能因此, 就不属于身体, 假如全身是眼睛, 听觉在哪里呢? 假如全身是耳朵, 嗅觉在哪里呢? 但现在神随自己的意识, 把肢体安置在身体上了, 假如全都是一个肢体, 身体在哪里呢? 但现在肢体谁多, 身体还是一个, 眼睛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 身上的肢体, 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缺少的, 身上的肢体, 我们认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它加上体面, 我们不哑观的, 越发装饰的哑观, 我们哑观的肢体, 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配搭着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 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免得身体不协调, 总要肢体彼此照顾, 假如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假如一个肢体得光荣,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你们是基督的身体, 并且各自都是肢体,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人的, 再次是医病的恩赐, 帮助人的, 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 难道各个都是使徒吗? 难道各个都是先知吗? 难道各个都是教师吗? 难道各个都是行义人的吗? 难道各个都是有医病的恩赐吗? 难道各个都是说方言的吗? 难道各个都是翻方言的吗? 你们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